你不是你自己選 你要想到你的立法委員 柯P退出來的立法委員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兩大黨假使 所以基本上你看他上次也是全群覆沒 那他最多就是他的不分區 侯友宜到最後一定是排第三 為什麼 因為最後離開侯友宜的票 會去柯文哲那裡去 有人說只要一屆能夠掌握住 大概就誰能夠定江山 所以你看看 屬於一屆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還說到柯文哲 很多票會跑到柯文 最近柯文哲的聲勢很大整 謝謝 再講就是我們講柯P的 柯P這個人 亞斯伯格症不盡然都完全像柯P 因為柯P他的IQ也高了 聰明 但是呢 亞斯伯格症有一個特徵就是他比較專注 可是他的缺點是什麼 他認定對的 尤其是柯P 他認定對的 我告訴你 你天王老子跟他講都沒有用 就是很剛愚自用 剛愚自用的結果就是什麼 聽不進別人的見言 所以你看他在台北市 做什麼事 他就是對的 其他人都是錯的 只要他認定的事情 你永遠改變不了 他不會 他不會說 我聽別人的建議 我們調整一下 不會 這是柯P的那個 基本的特性 但是呢 你說柯P 真的那麼多支持者嗎 其實主要是什麼 柯P 行錯的 他很會行 他其實他做 他後面有一些 智囊 還有一些年輕的小夥子 在幫他做 所謂的那個形象 行錯什麼 行錯年輕人喜歡的那種 style 就是那種形態 你看他經常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最招牌的動作就是 其實那都是假動作 他不是這裡癢 你知道嗎 我已經講了 其實他都不是 都不是的 他只在什麼 他只在那段時間去思考說 我要講什麼 我認為我應該怎麼答 或是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怎麼回應你的問題 這都是假的 你知道嗎 那柯P 他的支持者 很多都是年輕人 柯P他底下用的很多年輕人 在幫他 你看柯P的服裝和造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柯P行錯一個阿伯 你知道年輕人都喜歡阿伯阿伯阿伯 都叫他阿伯嘛對不對 其實我是一個阿伯的形象 然後很直的形象 然後很無厘頭的形象 這是什麼 這是年輕人喜歡的 他無厘頭 他講的話俏皮 然後不斷的創造話題 不斷的那個吸引年輕人 然後他使用 他運用了大量的這些年輕人 幫他在所謂的空中票 就是這些網路行銷 其他的黨 其他兩大黨真的是不如他 所以柯P的支持者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來自於年輕人 這個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我們柯市長在任內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取消了老人慰問金 大家還有記憶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他老人的票並沒有很多 所以但是呢 因為這個動作 卻取悅了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認為 我們納稅的錢被剝奪了嘛 所以他就能夠爭取到 大量的中間選民 和大量年輕人 而且他的選票會隨時間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支持者是年輕票 他的大部分的年輕票 是一直在增加的 老人票一直在減少 這是很自然的自然現象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是在不斷的爭 又進入了所謂有投票權 老年人一直在凋零 所以相對的就怎麼樣 就增加了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比例 他支持率一直在往上走 你今年的投票 和明年的投票 只會增加年輕人 只會減少老年人 所以為什麼我說 侯友宜最糟糕 是侯友宜基本上 他的老年票 那些老農民啊 老眷村的那些人 一直在不斷的凋零 當然國民黨會越來越少 這也是為什麼 民進黨要警惕的是什麼 即便這樣子 你們還有危機感 那為什麼 因為以前支持蔡英文的年輕票 被柯文哲拿去了 這點是民進黨要警惕的 要反省的 原來投給民進黨 蔡英文的票 八百多萬票 八百多萬票的人 那些年輕人去哪裡了 你要知道 當時年輕人沒有支持 很少支持朱立倫的喔 我的預言是 侯友宜到最後一定是排第三 為什麼 因為最後離開侯友宜的票 會去柯文哲那裡去 明天 那些人 說明 就算是 好 請 我們 我們 點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